所以这次所有的批评和处罚 我都愿意承担 我也愿意承担 闭嘴 你俩干吗呢 在这儿跟我演什么兄弟情谊啊 这是逻辑者的相机 里面东西都被损坏了 师姐 你在里面吗 你俩没事吧 找到逻辑者的相机 李队 我们在外面发现了一具尸体 你认识这个人吗 从没见过 你自己说 和我说 性质就不一样了 死者当时去你们场的情况 被街道上的金工拍得清清楚楚 他晚上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那你再想想 我有的是世界 我想起来了 他那天 他来了之后 就在我办公室里 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干什么 我我当时一着急 就 就把他当贼了 一个年轻型的小姑娘 她的穿着打扮 你会把他当成贼 就即便是当贼 你至于下那么狠的时候把他弄死吗 按照规定啊 你们这种情况下取证 根本就不具有法律效力 领导们商量了一下 这种情况属于大错特错 以后坚决不能再出现 晏初啊 我们这次情况确实比较特殊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才能及时取证 而且如果去完的话 把他们把工业垃圾全部都给清理干净了 对 所以这次所有的批评和处罚 我都愿意承担 我也愿意承担 闭嘴 你俩干吗呢 在这儿 跟我演什么兄弟情谊啊 当时这场子里有多少人啊 好几十个人呢 没吃亏吧 那你是不知道 当时几十个人啊 对着我们俩一顿追 还有我们俩跑上二楼了 然后看了个门直接就进去了 我们把门一关 还有个人拿了个斧子 这么一批直接把那个门子给劈碎了 没碰着咱们人吧 那当然没有 我们俩多厉害 对吧 你厉害什么厉害 这对吗 这样 还厉害 我跟你们说啊 还好 你们走之后 副检察官又带人做了合规的取证 记住 坚决不能再犯 鲜 鲜 我 那 谢谢观看